百度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他是三国时期谋士的天花板 号称三国第一独士 是大魏朝的开国功勋 他一生侍奉主功无数 但却无论在何地都能受到重用 他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 全个有用 谋士假许 只是你知道假许如何在乱世之中 进退自如 永受重用吗 你知道假许一生之中换了多少主功吗 假许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为什么有人说他才是三国最厉害的人 假许在真实历史上到底表现如何 是否如演绎那样眼光深远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凭什么被称之为三国第一独士 凭什么一言可以兴邦 一言可以雇国 今天就让我们回顾独士假许的一生 假许自闻合 武威郡 武威郡 武威郡县人 汉末三国时期 曹魏开国功臣 军事战略家 清齐将军 假公之子 当他首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 已经45岁了 他比曹操孙坚大8岁 以刘备大14岁 以诸葛亮大34岁 以巡玉大16岁 以周瑜大28岁 古人常说 武时知天命 45岁在三国时代 已经可以自称老夫了 此时远比他小的曹操孙坚 都已经是政治舞台上 有头有脸的人物 而来自大西北的他 仍然是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与贾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巡玉和诸葛亮 28岁时早早就有老板 主动上门请教 司马懿年轻时期 也被曹操是胆丫子上架似的 逼着出来当官 这样做不然是看重他们的才能 但同时何尝不是看重他们背后的庞大人脉 资源 虽然贾许祖上乃是西汉长沙王太父贾义 但是到他这一带早已落过 拱卓敬洛阳费力皇帝 权倾天下 那一刻贾许虽然也是属于董卓阵营的一员 但很显然他根本没捞到什么好处 原因很简单 他没有任何背景 此时董卓在洛阳已经说一不二了 别看董卓是个不学无数的杀人狂魔 但他也知道人才的重要性 这董卓当掌权的时候 无论是出自真心 还是为了装点门面 亦或是出于这笼络人心 这董卓到处是挖人才 地方上的韩父 刘渝这些人 被他安排到重点岗位 在洛阳朝廷 请巡御曹操出来做官 但是巡御推辞不出 曹操干脆溜出洛阳城逃跑了 面对世家大族们都不配合 董卓并不担心 连大儒蔡庸都被他 连哄带吓得是拿出来成门面 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军中有一个旷世奇才 却根本没有人向他推荐 既然董卓如此缺人才 他本身就在董卓阵营的贾许 为何不站出来自荐 以贾许的聪慧 他早就看出来了 董卓倒行逆施 早晚必败无遗 所以他唯有折服 免得将来祸及自身遭受迟鱼之阳 在公元192年 昌安发生争变 董卓被刺 董卓残部 李雀 郭四等 人心惶惶 仓皇逃出昌安 那在逃亡途中 他们遇到了贾许 贾许对他们说 二位将军现在就这样逃回去 一个亭长就能将你们捉拿归案 还不如趁着我们手中有点兵力 杀回去 殊死一搏 说不定还能翻身 李雀 郭四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就杀回去 崩入长安后 这李雀 郭四纵兵抢掠是杀人无数 这长安街道是到处堆满了尸体 那昔日京城成了人间地狱 那么贾许为何这么做 难道是真的因为同情董卓 而鼓动李雀 郭四暴风 纵观董卓掌权期间 贾许自始至终 未见一侧 这恐怕并非简单的人为言轻所能解释 更多的是 这贾许根本就不赞成董卓 在他心中多少对汉事 还是抱有留恋之情 所以不存在为董卓报仇的想法 帮助李雀 郭四二人的唯一原因 就是为了自保 那董卓死后按理说 经过如此大的动荡 国家元气大伤 新掌权的王允等人 应该趁机是迷惑人心 整合各派势力 重新振养大汉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 王允等人 却急着搞清算运作 凡是和董卓有牵连或稍微沾点边的全部处死 对董卓的那些爪牙和帮凶 这样做是必要的 但很明显 王允等人将清算是扩大化 比如蔡庸 本就一门书生 是受董卓胁迫出来装门面而已 根本没有做任何事 但也被处死 这贾许看清楚了 曾经在董卓军营的那段经历 必然会受到追究 迟早难逃一劫 为了自救 他只好借助李雀郭四的力 李雀郭四成功之后 拜贾许为尚书 掌管选拔人才 在人事方面多有贡献 李雀等人亲近贾许 但同时也忌惮他 后来李雀郭四发生争斗 这昌安城再次打乱 这贾许趁乱投奔张秀 这张秀大喜对他是侄子孙李 公元198年 曹操难争张秀 一路势如破竹 节节胜利 那贾许献祭张秀 一句话是下退曹操百万兵 直接击溃了曹操的后卫队 令张秀是大为佩服 公元199年 袁绍前人招降张秀 并与贾许结好 这张秀准备同意 这贾许却当着张秀的面 回绝了袁绍的来世 准确地指出 袁绍不能容忍 而投降曹操有三点优势 曹操携天子领诸侯 明正言顺 曹操兵力较弱 更愿意拉拢盟友 曹操志向远大 一定能够鼓气前贤 这张秀听从贾许的建议 率众是归顺曹操 曹操闻讯后大喜 亲自接见贾许 执起手说 使我的信誉 明扬天下的人是你啊 曹操拜贾许 为执金乌 封乌亭侯 迁冀州墓 由于当时的冀州啊 为袁绍所战 这贾许便流参司空军事 同时拜张秀为阳武将军 并让其子曹军 娶张秀之女为妻 这公元两百年 曹操与袁绍 战于关度 曹军军粮用尽 曹操问济于贾许 贾许认为曹操在精明 勇敢 用人 决断 这四个方面都胜过袁绍 后来抓住机会 偷袭乌朝 一举战胜袁绍 河北平定后 曹操领冀州墓 改任贾许为太中大夫 公元二零八年 曹操占了京州 想趁机是顺江东下 这贾许劝阻说 应该先安抚百姓 短待时机 曹操不从 结果在赤壁之战中 大败了功 公元二一一年 以韩粹马超为首的十部联军 聚集十余万人马 聚首同关抗曹 马超受挫后 提出化合为界的协议和条件 被曹操拒绝 这马超多次前来挑战曹操 是坚守不出 使马超是欲激战 速胜不得 九月再次提出化帝为界的要求 并送子为人质 贾许认为可以表面上 假意应允 麻痹对方 实际是积极准备 死即见地 曹操又问贾许如何破敌 离间他们 曹操采用他的计谋 写书离间马超和韩粹 使他们内乱 曹操视时机成熟 鼓动对关中联军发起进攻 大胜而归 之后曹操确立曹丕为太子 公元二二零年曹丕继位 为报贾许之恩 拜贾许为太位 进决魏寿相侯 增十亿三百 前后户八百户 幼分十亿两百 封其幼子甲访为猎侯 任命其长子甲牧 为父母宫位 公元二二三年曹丕 守征东吴 未达到预期战国 当初给曹丕 便问寄予贾许 我想统一天下 鼠吾应先征讨哪个 这甲许建议应先治理好国家 再动武 曹丕不听 果然无功而返 同年六月 甲许去世 中年七十七岁 世后肃侯 其子甲牧 席绝 这回顾甲许的一生 他是东汉末年三国始终 患过主公最多的鬼才谋士 低调不争 却为何能笑到最后 主公一患再患 却始终受到重用 而且能够以高龄善终 这样一位人生赢家 不管是看人的独到眼光 对形式的精准判断 对自己的精细定位 对人性的深度揣摩 都当之无愧的成为 所有职场人的楷模和典范 嘉许我们不能简单的 用道德来评价 他像一个在乱世中 游戏人生的人 他追求功名 但却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 他对哪个势力 似乎都没有真正的感情 他的选择 只从实用主义出发 他过扣人忧 今世无求 文达何必受相侯 只愿平生为幕后 兴致白头 从董卓到李雀郭四 从张秀到曹操曹丕 这贾许从容自若 尽费自如 他的自身谋略 不知道能甩诸葛亮几条街 他是三国时期 一等一的奇才 怪才 鬼才 纵观三国时期的贾许 有人指责他贫贫义主 不忠不义 但他却为曹操屡出其谋 成为曹操帐下的五大谋士之一 有人说其实贾许才是三国时期最聪明的人 因为曹操是著名的生性多疑 因此杀掉的文臣武将不在其数 又连寻遇和崔眼 这样的人物都被曹操的猜忌所杀 但是贾许在曹营中出谋划策几十年 不仅深得曹操曹丕父子的信任 还活到了77岁的高龄 不得不说贾许的智慧 不仅在军事上 更是深谙出世入世 直到尽能辅佐君主 退可自保善终 实属不易 这数不尽的聪明人反被聪明误了 轻轻性命 反观贾许 这一生从权达变 左右逢源 以变通的姿态 应对三国时期瞬息万变 政治军事形势 不仅一展才华 还为我们后世 窥见三国时期谋士们的生存状态 提供了绝佳的蓝本 贾许一生没有失算过一次 是一个难得的奇才 不过贾许的性格过于圆滑 不喜欢过多的出风头 所以贾许一直没有在三国时期大放异彩 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贾许是三国时期智力最高的谋士 却不是三国时期成就最高的谋士 后世之中贾许有独士之称 此称为谁人所封 却是无从考究 无事之称 对于贾许来说 是否有失功允 我们也不得而知 除去反攻长安一世 我们不得不承认贾许是一个合格的谋士 优秀的谋士 可以为主分担 富有谋略 眼光长远 因此无字 也就仅仅是在长安一世之上 有趣的是贾许虽然献祭李缺郭四 但却也曾驻汉县帝逃离 李郭二人 那么若是贾许协助汉县帝逃跑的目的 是出于对李郭二人 残暴的反叛 或者是对天下黎民的同情 则无事二字 便是对贾许赤裸裸的污蔑 但若是贾许协助汉县帝逃跑的本意 是出于为自己考虑 他看出了李郭二人无日必亡 所以事先帮助县帝逃跑 以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不至于天下不容 也可以得一个忠君之名 那么不顾天下百姓生死的性格 也配得上独自 一言可以兴邦 一言可以误国 便观三国史 唯有贾许贾文和义人 就连智谋禁邀的诸葛亮都做不到 当然不是说诸葛亮能力不行 而是因为以诸葛亮胸怀天下的性格 是做不到贾许那般 这诸葛亮只能兴国 而不能主观上的误国 而司马懿是与贾许最为接近的 但司马懿又太过于自私 古天之下能做到贾许这般随性的 寥寥无几 也或许只有这样的人 才称得上真正的谋士了 谋士先谋己 就连现在的国学大师一中天 也认为贾许能在乱世中审时国事 自己是活的时间最长的 还保全了家人 这才是真正的大志 那贾许可能是三国时期最聪明的 贾许在三国演义中 由第九回横跨至第八十六回 形象突出 既无不中 甚至曾令善于用兵的曹操是几度败绩 他曾助曹丕篡汉 其形象都算十分正 即使贾许曾助李阙曹魏 这些在三国演义形象 比较负面的势力 他的才能仍备受肯定 而且不论是李阙张秀 还是曹操曹丕 都将贾许是视为心腹 可见其人是善于交际 也深懂乱世自保之术 历史已过去千年 所有的人和事都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不知道您怎样看待这位天下文明的独士 欢迎下方留言 我是杨唐竹 关注我 期期都等他